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屋要替换 第三 正确勤洗手 不碰眼口鼻 第四 距离要拉开 病毒不传染 第五 环境常倾销 空气要流通 透过以上五个防疫好习惯 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察觉身体的不适 也可以降低接触及传染疾病的风险 防疫的路上 每个人都很重要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 那我想今天的行情当然跟昨天是差不多 大盘是差不多 当然这个行情我已经讲过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开始会震荡 那当然还是以小资的为主啦 我已经跟你谈到过了嘛 因为你这个行情基本上量就在这里 大盘要弄就在吃嘛 那今天你说真的这个要动大支的 我个人认为怎么样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当然短时间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比如说选举 大概是在11月初嘛 那11月初的话我个人认为 当然政府的心态上来说的话 现在毕竟还是8月 所以大概还有个9月10月 你想想看9月还有两个月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都是涨了那么多了 因为这一波说真的从14000以下涨上来了 我相信大概都已经1000多点了 那当然政府他说句实在话 他现在再往上反而怎么样会碰到压力了 如果再往上的话到后面变成他就怕 你可能快要到选举的时候反而会有卖牙 所以这个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也不要去想太多 我个人认为怎么来到这边他就回一下 那回下量说那可能回到大概是15000 甚至稍微的15000左右以下 那当然再慢慢的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当然我就可以跟你讲过小支的 小支的继续涨 大支的当然会震荡一下 那当然最主要的大支的是要留在怎么样 10月下半旬 10月再来拉 因为你10月说真的你拉了一波至少不要说多 到17000 甚至能够看到18000 我相信不管是选举输赢 这个都是政府希望看得到的 所以我已经跟你说过 这一波已经去到处了 那去到处他现在还有9月 还有10月 还有两个月 那这两个月基本上来说的话 他也不急于拉 因为你这一路拉的话 说真的你到后面 你万一到后面的话都是卖压了怎么办 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我常跟你讲就是说 这个行情你也不用说什么看空看多 我已经讲过 这个本来就是选举年 选举年他就是尤其剩下两个月就要选举了 所以月到选举年你就把重点就要放在这个政治的议题上面 所以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讲你不用想太多 有人看空还是有人看多 那是我个人是认为怎么样 接下来要能够买到标股比较重要 因为我个人认为指数在这边说真的空间也不见得是大 你说他要掉下来我认为怎么样也不见得容易 你要掉下来我觉得也不见得容易 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必须要去了解到 接下来要怎么去买一些比较会标的股票 买一些比较会标的股票 像我陈老师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我说这个建达位数你要小心 搞不好他又要涨了 建达位数 所以说我就跟你讲你看今天这个建达 几乎再来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对不对那你看看这个百言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台股第一名 对不对台股第一名 你看看他今天对不对 已经第几支了 第十支了呢 才两千张呢 你看第十支了 第十支了 这生计谷啊 这百言已经第十支了 第十支了才两千张而已 所以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 这些观念你必须要有 如果说你今天你一直在琢磨说我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知道他今天他为什么他能够 第十支还量还出不来 都第十支了 已经第十支涨停了 他的量还出不来 那这就厉害了 那代表为什么 当然他本身他的业绩他各方面的条件 还有他本身他的股本 我已经讲过了 还有他的股本的因素 所以今天为什么他能够长成这样子 那现在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下一支的百言 谁会是下一支的百言 谁会是下一支的百言 第一个 你的条件势必怎么样 要比他更好 你条件要比他更好 第一个条件股本一定要小 第二个条件价位要低 第三个获利要比他更好 获利要比他更好 获利要比他更好 那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是你要去注意 当然我陈老师一直跟大家谈 就是有的人一直要买大支的 那你今天看看他为什么 最近跟你讲过 他为什么今天两千张的量 他今天还是怎么样 出不来 但是却十支涨停 两千张的量 可能你的股票就算很强 可能已经两万张 他两千张还是上 还是怎么样量还出不来 那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他会是台股第一名 百言 这生计不达没机会了 就只给你一分钟 你以后会感谢我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谈到过 说你的注意力焦点 跟我的注意力焦点不太一样 你的注意力的焦点一直在大支 那我就讲过大支的不是不好 大支的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必须要更大的量来推动他 那我也讲过 今年剩下两个月就要选举 你现在两个月就要选举说真的 他现在拉太早 这个行情棒一个 直接拉到一万六一万七的话 那后面一两个月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所以政府我相信他怎么样 他的做法 他希望在十月的 尤其是十月的下半个月 让那个开花结果 他希望在十月的下半个月 才让这个指数直接冲上去 甚至过一万七 甚至一万六一万七上去 这是他希望的 那你现在目前你就拉 你现在拉的话 你到那个时候不就大家 变成一种反而到十月下半个月 反而变成卖牙 你十一月要 十一月你要选举了 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这个地方他涨多了 他当然他不 他不见得会跌 但是他就怎么样会再整理一下 但是小支的不一样 你今天你小支的股票 你要去看 一量越少 还能越涨的 那他条件在哪里 他条件固分小 量又涨 所以你看他今天为什么 对不对 那你今天你要去找到 你要怎么样 能够去找到怎么样 下一支的百言 这个更重要 下一支的百言在哪里 我相信这个是 大家现在目前来讲 我认为你必须要去追关心的 你必须要去追关心的 当然今天我说句实在话 叫你在追百言 说真的 我个人是认为不是不行 因为他接下来就要被分盘 因为他长成这样子 他怎么会被分盘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注意到下一支的百言在哪里 因为他长成这样子 他已经长到第十支 还长成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相信他应该还是 因为他之前就被分盘了 之前你没看到在这边被分盘 被分盘又来了 对不对又来了 那接下来怎么样 那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必须要去特别注意到这样的股票 那接下来至于说大盘来讲 我认为大盘说句很实在的话 你必须要去很注意到怎么样 大盘他整个 他会慢慢的量又在缩了 他量又会开始缩了 你看到这大盘量又会缩下 明后天又会缩下来 那缩下来以后小支的又更强了 缩下来以后这个小支的就更强了 所以我昨天已经跟你提到过了 你看看今天为什么健达又继续的往上走 为什么往上走 跟陈建宏打着目标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到 为什么我跟你讲的很多的股票 可能都是在未来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标的 我已经一直跟大家谈到过 你最近要注意二三十块的 二三十块的 二三十块的股票 那基本上来说 怎么样去寻找这样好的标的 这是你当务之急 你一定要请全力 好好的选一支好的股票 我跟你讲 你这样换来换去 跳来跳去 你不会贪钱 对不对 你这个月 对人这样换来换去 跳来跳去 看这儿去就撞去 看那儿去 看那儿去就 贪去 所以我陈老师 常跟大家谈 当然就是说很多的东西 你必须要去了解到说 今天为什么百言 它能够长成这样子 从低价一直往上 一倍再一倍 我已经跟你讲过 这会一倍再一倍 一倍 只给你一分钟啊 有没有 它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长到今天为止 那你现在重点是 下一支的百言在哪里 下一支的百言在哪里 各位投资朋友 非常非常重要 下一支的百言 下一支的百言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说 下一次的百言会在哪里 所以你要知道 第一个条件 一定要股本怎么样 股本也要小 第二个条件 业绩要比他更好 第三个条件 绝对是要在低点区 这是基本三个条件 那你说现在要找比百言 未来比百言更有 更业绩更好的 那未来比百言 能够股本更小的 然后未来他的价位都还能够在这里的 还有没有 一样是生计类股 一样是生计类股 各位投资朋友 我让你看几个东西就好 把这几个号码注意了 四一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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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如蜜联合大标 我说他会是百言的继承者 我放在这边就好 百言继承者 百言的继承者 百言的继承者 注意就好 我称好是常跟大家讲 其实 其实现在说句实在的话 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找下一支的百言 这是当务之急 你没有什么好当务之急 你今天说真的你要再继续看基本面 技术面再继续的研究总体经济 所以我个人认为来讲当然 那是一个方法 但是呢 那无济于事 你现在就是要去知道下一支的百言在哪里 你没有什么当务之急 你哪有什么当务之急 而且你看他今天还能够亮还出不来 还是出不来 他厉害在这里 他还是出不来 还在长 那我已经跟你讲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他当然他有业绩的支撑 他有新药的支撑 他有开发新的产品 而且将是怎么样 将他的产品将会是怎么样 将会是整个国际性的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有大的获利 他能够有大的获利 那你现在新的药 新的获利 而且能够一样的股本小 各位我跟你讲 绝对不做第二人想 新药大赚 EPS大爆 而且我跟你讲 这支股票 我叫他叫 最重要的是这个 百言继承者 百言十支涨停了 到今天为止 台股第一名 下一个十支以上 注意就好 我已经跟你讲过 不做二人想 不做第二人想 不做第二人想 吃滴滴你就会记 吃滴滴你知道吗 吃滴滴啊 吃甜甜啊 不做第二人想 能够股本小 而且能够在中低价 而且能够怎么样 新药大赚 新药哦 很可怕的 国际级的新药 国际级的新药 我跟你讲过的 很多的东西 你等他新药 被开发 等到新药解盲 等到新药被认证 等到新药 真的怎么样 那到最后你看到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你连买都很难买 那为什么他 我已经跟你讲过 为什么生技类股 他有这样的条件 他能够长 而且还怎么样 而且量还出不来 那大家当然就只记得 什么追电子 所以电子一上去就爆量 电子一上去就爆量 一上去就爆量 那一爆量就怎么样 就不用想 那为什么生技股他上去 不爆量还能够一直涨 所以这就是筹码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筹码的问题 所以筹码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大家怎么样 喜欢买电子 因为大家喜欢买电子 那大家喜欢买电子 那大家喜欢买电子的条件之下 电子只要一上去爆量的话 大家一追 那到底是你要赚 还是我要赚 到底是你要当冲 还是我要当冲 那这是一个认同度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今天 电子够一上去 一上去 大家就一上去 甚至放空的人也在里面 拼命空 但是为什么生技类股 会没有这问题 因为生技类股本身来说的话 你要去了解到 就是因为一个认同度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说生技 我没兴趣 生技我没兴趣 我宁可做电子 我也不要买生技 我宁可做电子 我也不要买生技 但是我已经跟大家谈到过 你要了解到 小后小英时代 我已经跟你谈到过很多次了 后小英时代 你要很注意生技类股 包括阿中 包括陈建仁 这些所谓的 后小英时代 包括陈建仁 你现在阿中也是同样 为什么生技类股 你要很注意 未来 我已经跟你讲过 台湾第一个奇迹在于科技类股 台湾下一个奇迹会是在于生技 所以你现在看到台积电也好 看到连电也好 看到连巴克也好 这是上一个世代的一个Miracle 他是上一个世代的Miracle 但是下一个世代 台湾将要创造另外一个新的Miracle 叫做生技股 我在这边跟大家谈 你都一直都不觉得认同 下一个 台湾下一个 下一个怎么样 电子股 这个生技 生技是台湾下一个电子股 我跟你讲 你不相信 未来我跟你讲 这个生技 将会影响到台湾10到20年以上 当然你现在你一直觉得说电子很好 电子很好 电子很好 对不对 那你你这个东西变成就是说电子对很好 但是最好的台积电也就这样子 我今天抓龙头吗 你说电你今天跟我讲说电子很好 电子很好 但是电子过去台湾的Miracle 过去台湾的奇迹 叫做电子股 电子股他的一个 就抓最大的龙头 就台积电 台积电他顶峰也就在这样子 他的最顶也就是这样子 他的最高最顶颠的顶峰也就这样 台积电 我说台积电 不管你现在大家认为 台积电会再挤什么挤奈米挤奈米 我不要讲那个东西 你要挤奈米都一样了 我认为就到这样子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生技 为什么今天生技类股 会是台湾未来20年到30年 因为我就跟你讲电子类股 未来来讲包括中国 包括很多国家也都慢慢追上 包括韩国 但是你现在目前来讲生技怎么样 就像你30年前 你台湾发展高科技 电子一样吗 那我们台湾我们比人家早30年 来发展电子股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享受 电子股的Miracle 但是现在人家都追上来了 现在人家也会了 所以台湾未来30年要发展什么 要发展一定要靠一个新的什么 台湾未来30年一定要靠什么 未来新的什么 一个新的领域了 叫生技 还是靠房地产 还是靠房地产 你不要傻人靠房地产吗 还是要靠 还是要靠钢铁 对不对 所以台湾未来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走向比电子股更高 真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科技的领域 那唯一只有生技的 唯一就是台湾 那台湾最能靠的 也就是保台湾生命的 一定就是怎么样 别人所没有的吗 我们台湾你不能说跟阿公说 你来打网 你不敢打网 你打网不是这个问题 是你台湾 为什么人家不敢打 因为过去30年我们发展高科技 所以我们的高科技影响到全世界 但是现在高科技人家也慢慢有了 你不能永远拿台积电来护国神山 所以未来台湾还要维持 未来50年到100年的安定跟平安 你要发展另外一个全世界所没有的 就是生技的 就是生技的 那你现在我跟你讲过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绝无仅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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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20多啊 现在20多啊 未来 十年 未来十年 未来十年啊 我跟你谈的 你放在心里面 我跟你讲 我一直跟你讲绝无仅有 绝无仅有 绝无仅有 我陈老师讲 很多人都觉得说 陈老师啊 我就不爱买生技类股 我已经跟你讲过后小英时代 后小英时代 后小英时代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看到包括阿中也好 对不对 你不要现在包括这个 这个陈建人也好 这就很清楚了 他不是在选台北市长 你看不懂吗 你认为他是选台北市长 不是吗 这两个人就是准备要选什么 你以后慢慢看嘛 他就不是真的要来选台北市长 台北市长没什么 因为民进党自己也知道嘛 台北市不是重点 他拿下与否 对他来讲不是重点 民进党他要拿下的是2024年的总统大权 对不对 民进党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中东气胆嘛 跟陈老师同性嘛 对不对 那民进党会不会你看看 又下一个又有机会了 一个陈建人嘛 一个陈时中嘛 这会不会是重点 这是不是真正的重点 会在2024年 而你现在看到现在的六都大权 今年底的六都大权 只不过是民进党在虚晃一招嘛 先造势而已嘛 所以你看陈时中也好 陈建人也好 为什么这一群 这一群就是真正的后小英时代的 最大的怎么样 小英的接棒人了嘛 应该不会是赖清德嘛 所以这是有一个布局的嘛 那你其他的县市那叫做虚晃一招嘛 谁会今天会去选新北 谁会去选桃园 谁会去选怎么样 这不知重点嘛 重点小英的重点在于怎么样 陈建人陈时中这一块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 生计类股 生计类股 会不会是下一个世代最重要的 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陈老师今天给大家的资料 希望大家怎么样 能够好好的把握 我已经跟你讲过 生计类股 有没有可能是未来最重要 后小英时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好不好 那今天陈老师把这一份资料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 赚到下一支的百言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你百言没赚到没关系 跟陈建宏达成目标也没赚到 我已经跟你讲过 千万不要忽略元宇宙 还会再上 今天这份资料先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赶快来说去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 3366 8511 3366 顶业投顾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了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前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责任 做认可决定前 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一物 卖向成年的第一步 各位投资朋友 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有些东西啊 你慢慢看了 你说你今天你不相信我 很多人就卖飞了 一路创新高 我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讲的东西 以后你会慢慢的印证 而且会涨到让你无法想象 你一路卖它一路涨 你看看 这不也一样吗 不要说这个了啦 对 你一路卖 对不对 那下一支呢 我跟你讲 好好把握 我认为这一波行情 有的会大涨特涨 谢谢 谢谢